而在我们的网络上面掀起讨论的 还有爱心人士自发性设置食物捐赠站 是要让民众能够让家里头多出来的食物 做爱心捐出来给需要的弱势族群 没想到居然有人把这样的地方 当作了自家的垃圾场 这是在高雄男子的一间食物爱心站 被一名男子扔了一大包零食和饮料 结果里头有过期四五个月的零食 甚至有过期一年多的牛奶和咖啡 这让志工气炸 扬言要提高 高雄三多百货商圈附近有一滩 限点限奏的小龙汤包 皮薄限多 肉质甜香 买过的客人一再上门 连附近百货公司的贵姐 上班前是几乎天天来外带当早午餐 除了汤包 还有炒米粉和猪血汤 好 网络上面的论战话题 近年桃园快速发展临近国际机场 又有高铁更在集结的带动下 中立的亲谱 虫化区信 不晓得外来人口移居买房 这有网友在网络上面表示 自己的老家住在桃园中立 却被酸是乡下 好 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 周末新北万里蟹福袋开卖 有民众不畏风雨 早起排队 不知有的吃还有的玩 新北市渔业处特别安排补蟹活动 让旅客可以和船长一起出海捕鱼 好 尾巴冲突进入第三周 原本以色列军方才表示要对加下 加强攻击的力道 但现在国防军发言人又改口了 还不确定是否会升高攻势 但以色列确实有了斩获 哈马斯高层指挥官和妻女遭到空袭丧命 而至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21号表示为了要加强美军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 以及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营 加强防空能力保护美军 并且针对更多兵力下达准备部署命令 鸿海上班人郭台铭宣布独立参审 现在似乎被中国官方盯上 陆媒报道相关部门针对富士康 在广东 江苏还有河南等地的工厂进行税务 以及企业用地情况的调查 这时机点敏感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你吃过金箔吗 市面上有各种美食以金箔入菜 但你吃下肚的真的是金箔吗 我们的记者调查 市面上标榜的纯金金箔 竟然是铜制的廉价金属片 而最糟糕的是 里头可能还含有各种可怕的重金属 政治焦点 蓝白整合还没有共识 传出民众党总统参选 柯文哲昨天和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再见面 柯文哲对此表示谈判哪有那么快会有结果呢 而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说 自己前几天也有和柯文哲来见面 会努力往蓝白整合的目标买进 而之前特斯拉电动车在尾巴战争当中被子弹疯狂射击过后 还能够继续开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而现在马斯克最自豪的电动皮卡也释出了暴力测试画面 竟然是拿着冲锋枪直接来扫射 那么车门留下了大片的弹孔 但是都没有被打穿 而不只是特斯拉BMW新的防弹车 不只防弹还能够防炸药攻击 而不只是防弹车 你现在想要买折叠机的话 这口袋也得要够深 因为现在的价格越开越高 大陆手机品牌OPPO推出新的折叠机 开价竟然要破6万元 不仅比华为还有三星的折叠机还要贵 甚至也超过苹果iPhone 15 Pro Max 而目前也传出苹果研发折叠版的iPad 但是目前还在卡关当中 因为宣落过后的损坏度 还得要再加强 而不少人到韩国的广藏市场 都会顺道去逛棉被店 不过近期有很多的台湾游客 到其中一间的棉被店去消费 却遇到了业者不是出货不准时 不然就是常常会记错 或者是少记商品的状况 但要进一步和店家来询问 却被已读不回 不然就是他们回复很慢 消费者就控诉店家一拖再拖 甚至就连收到了退款 这金额还会短少 知名的命理师沈荣 自称是全台最正能量的通灵美女 遭到一名大学老师出面指控 同样是老师的妻子 消灾改运花了超过25万元 包含青少年不良业力 网络成瘾业力消除 还有异味性皮肤炎等等项目 他担心自己的妻子受骗 但对此老师妻子回应强调 这是个人的消费自由 他并没有被诈骗 而沈荣他也发了声明 不许实指控 他说不排除要提告 法国的酒商不满西班牙 便宜葡萄酒进口 法国导致自家的红酒卖不出去 于是发起了抗议活动 召集了500名酒商就在高速公路 拦截在这西班牙红酒的卡车 直接就把车上的红酒全部都给砸碎 让博游马路瞬间变成了红酒小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